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情势 这是美国前国务卿莱斯Rice 在出席英国智库 Policy Exchange 政策交流举办的这个线上座谈会 他突然说这个 中国大陆暗中在颠覆台湾 而且他就做了个比喻 他说就像是俄罗斯在控制 乌克兰东部的做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遥控台湾内部的 亲中准军事势力 然后在这个9月底 台湾立法院爆发了肢体冲突 也是受到了外力鼓动 而发生的冲突事件 来马上请教一下郭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Rice这篇 这番说法 因为那个他用了一个很具体 说9月底那个台湾的立法院冲突 那个事情是在针对3加11 防疫的事情 对不对 是防疫的事情 那就是针对是不是破口 因为我对立法院蛮熟的 然后那个苏贞 他们是那个认为苏贞 他们的专案报告写得太简单了 那毫无道歉之意 所以就引起了那个冲突嘛 因为Rice基本上是俄罗斯专家啦 那俄罗斯对乌克兰 我认为是很明显的 可是国民党他恐怕要举证 国民党进来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回应 我必须要讲对于莱斯女士 我这个基本上认为 这我们都知道中文之中 有个轻诺必定寡姓 但是妄论就会自取其辱 因此今天中国国民党 特别发出一个声明 而且特别指出来 或许莱斯女士是苏联专家 能够去看到KGB这个窗户有多少 就拆除里头有多少人 但是他恐怕连我们立法院 在台北市哪条路都搞不清楚 我们美国对于很多国外的 就是这个政治的评论 其实就看了 这个说这些政党都是混蛋 但是要看哪一个政党是他养的混蛋 中国国民党发出这么强的声明 就是要特别指出来 中国国民党绝对不是美国养的混蛋 假如是同样的声明 今天批评在民主进步党 民主进步党绝对不会发出声明 予以反驳 中国国民党受困于 被人家指控为宪民内应 或者是卧底 我认为有很多危机解密 造成很多的困扰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必须要强烈的这个予以博士 张大哥我问一下 这个RICE现在口中所说的亲中势力 其实就是指国民党 我认为他是这样就是暗示 但是我也感谢民主进步党 他是暗示他没有明讲嘛 对 但是我也感谢民主进步党里头 到底还有是有清流有良知 像郭伟元 因为那是三加十一 那是公共政策的问题嘛 对不对 最大的额 不是只有我了 大家都知道9月底是什么事 不是 大家最大的额误 中国就是莱斯这种人 这个莱斯是搞苏联的 他今天面对中共啊 是把他当作前苏联一起来弄 这个今天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怕 因为他是中国 他有五千年文化做底 他不是苏联那样浅 就是浅谍的思想 所以共产主义是一个他的顾虑 但是真正啊 他能够跟世界如此的周旋 靠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蕴 我不认为莱斯对于中国的认识 有这样到这种程度 我们当中大概最了解的Rice 应该是Ross 我觉得将近你应该要去找 我们美国载态协会 解释你为什么觉得 莱斯的说法是错的 但是我不知道AIT 会不会付高铁票给 你很厉害啊 你对AIT现在的形式风格 是非常了解的 你们美国经济越来越下队 越来越出不起车票钱了 那Rice你怎么看Rice这个讲话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政党在国会 国会议员不能这样做 所以当初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用这种方式 我也是觉得是不对 以前民进党用这种方式 什么反应 你知道以前民进党 也会在立法院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通通都是不对的 如果是在美国发生的 不管是国民党民主党 我也不认同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 但是我是很好奇当初 民进党这样做的话 有没有人说背后是什么国家吗 没有没有 没有吗 美国国会有议员 一枪就把别人 另外一个国会议员打死了 很久了 对啊 选在这个时候发言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 这我觉得也是反映到 我不分张靖的说法 我也同意 就是反映 我们发现了 其实很多外国人 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度 真的很低了 而且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说RICE对台湾了解不够 什么了解 这张说法 我们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立委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不接受院长的报告了 这个跟中国完全无关了 或者国民党只要选好 比如说2018年地方选举 国民党选得很漂亮 民进党选得不好 那就有很多人说 那是因为中国生徒 那不是中国生徒 是因为当初选民对国民党是比较好 民进党不好 国民党也多 那他们就对民进党比较好 对国民党比较不好 所以 所以 蔡总统就连任了 这个跟中国无关了 所以 我不希望看外国人 即使是这种转家 以前当做过我们美国国务卿 对台湾这么不压解还是有这种话 所以我们这边暂时得到一个小的结论 就是Ross比较了解台湾 我跟你讲 你不用说Ross这么专业 IT也知道 好 那接下来看 这个两岸关系呢 台海的局势 那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针对这个台海的局势 在13号出席 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能源州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表达了他的看法了 他说他认为中国大陆呢 不需要动用武力 只要透过增强经济潜力 就能够达成统一的这个国家目标 我想先问一下郭老师 您怎么看普京这次 其实他这次愿意开口 是因为他之前都没有针对两岸 针对台海 是在6月的时候曾经讲过 他那时候讲说是 不会针对假设性的问题来评论 但这次为什么会愿意讲 我觉得是因为听到太多 美国盛宵尘上的说法 比如说从印太司令部讲2026 然后又后来又讲2024 后来又来讲说 大概明后年最危险 普丁大概基本上认为 未来五六年内是看不到这种机会 他也认为中国不会那么鲁莽 就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那您看他这番谈话 就是用经济实力不需要武统 全世界统一没有靠经济完成的 那一定要在政治意愿上产生的改变 比如说东德 东德跟西德就非常明显 因为东德老百姓改变了想法 他想跟西德统一 这个不是因为德国有钱 西德有钱 那东德就自动愿意更西德统一 一定必须在政治上有新的理解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 坦白讲我们学政治的 不会接受这种看法 那张拉格怎么看呢 我认为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的统合 可以会 经济的统合会带到政治的统一 有一项错认 其实无论是就是说所谓 Currency Union 也就是东德马克去兑换 西德马克的那样一比一的兑换 其实那都是已经决定到 真正最后统一的那个方向之后 才开始一步一步 那个是在最后阶段 所以政治意愿还是最新意 一定要先确定了那个框架 然后后面的经济的统合 那些相关的安排 才能够继续执行 而更何况不是东西德统一 是东德整个解散 然后各邦加入西德 那您觉得为什么普丁会这样讲 普丁会这样讲 我认为他有他个人的就是判断 但是他跟刚才的莱斯 其实他们都是境外势力 对着我们来评论 但是我要讲的是 一个是指控 一个是评断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即使他做的一个东西 可能失之 可能会有点误差 可能也不是那么准 但是他比去做一个指控而言 无地放食而言 那他普丁比莱斯高贵的多了 不过再看到俄罗斯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是只有总统普丁发表谈话 那这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 其实也在受到访问的时候 他说俄罗斯认为啦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此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则是回应说中方高度的赞扬 俄罗斯外长的设台表态 我想请大家拿手写板写一下 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 台海之间的这个目前的局势 如果我们看台海目前的温度 0到100 100是废典 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几度 你们的评估 温度是指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吗 因为如果是经济那温度很低 紧张的程度 好 我先看Ross 50还算温和 中间吧 当然我们都知道 目前两岸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是贸易来往还是很正常 台湾出口东西到中国去 虽然最近中国有禁止一些农产品 但是大部分的产品还是很顺利 可以出口到中国去 台湾虽然一两年疫情前 有很多声音说台湾他们都会撤出大陆 有一些案件 但是大部分还是会留在那边 所以 贸易经济方面这个还是很正常 那中国会有动物用武力来发动战争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你在海军那么久 每天都有这个可能 所以已经有这个可能 现在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个中间的地位 你这个50度不是因为这个 最近这个舰队频繁的演训 所以美国在附近 美国的舰队在附近 那个 现在相对来简单 现在轻多了 那我看张大哥你的 你是讲几度 你这个蛮复杂的 2 0K 这个你不是学科学的 这个叫做 0K叫做绝对0度 就是负这个零下273.15度C 怎么说 就是0K 意思就是说 它已经到达所有东西都要停了 换言之也就是两岸之间 这个不要讲心灵气和 现在设就是政治沟通的管道 传话的管道 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没有来往 所以换言之现在就官方的管道 这个整个双方的 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建立 也就是任何危机管控的机制 都没有 但是张大哥看起来是OK 不是0K 对 这是0K 这是0K不是OK 但是看起来是OK 对 这就是 0要瘦一点 0要瘦一点 不是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对话 两岸之间的互动 几乎是停摆 降到冰点以下 对 但是如果是紧张的局势呢 你是看是几度 紧张的程度就是从这边的反向 就是高到已经超破表 那它已经破废点了 对啊 当然 我看郭老师也是接近快要废点 80 80就是 那这蛮高的 就是你如果丢了一根火柴进去 就烧起来了 所以就是现在看 就是哪一个 因为会误解误判 不能上江走火 没有任何的沟通的管道 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嘛 所以 我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造成误判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说看你内心 我必须要讲 距离是心理的问题 不是地理的问题 现在地理的距离虽然没变 但是心理的距离是越拉越远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突然之间同意美国来部署中程导弹 你刚会出什么事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的索材 对没有任何沟通的管道 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报导是说 这个不怕的是发生的战争 而是怕这个意外 我认为很多战争都是意外造成的 而且现在是无论多荒诞的谣言 都有人相信 而且就是等于说 现在去吞服政治摇头丸 跟壮胆兴奋剂 那个剂量越来越重了 Russ 我们都比你紧张 Russ 随时可以 美军会来救他 我应该在黑名单不会救我 或者我是最后一名 对啊 你怎么那么乐观 因为从我第一次来台湾 已经是25年 我第一次来台湾1996年 那刚好我是碰到1996年 那个时候台湾选举飞弹的危机了 所以我个人已经习惯了 住在台湾 那天天就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接下来请问一下 那个俄罗斯其实他们这一次跟 中国大陆除了中俄之间的关系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俄罗斯在亚洲的一些举动 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来观察一下 美国的这个国务次卿叫做Nuland 11月11号他是到莫斯科进行三天的访问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发表一个声明说 俄罗斯已经向美国提议 解除双方在过去几年之间 对彼此外交使馆施加的所有限制 因为在今年4月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 拜登他是以干预美国大选的名义 他驱逐了10位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官 6月份拜登跟普丁在瑞士碰面 然后8月份俄罗斯禁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聘用俄罗斯人或者是第三国的工作人员 那现在双方看起来是不是有回温的迹象 我最近看到很多美国的专家 他们说美国应该跟俄罗斯和好 这样的话他们一起打 唯独中国 怎么可能 普丁有自己的东西 他是以俄罗斯为有限 这个可以理解 怎么可能他会跟美国合作 唯独中国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他们应该已经开始分析过几年 可能美国会再次有政党问题 现在中俄的关系 看起来是比美国的关系好 好很多 所以你看连俄罗斯外交部长 要讨论两岗关系 他的讲法是很轻重 不是很多国家 就像科比美国国防部长 刚才说我们有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不是中国的One China Principle 是不一样的 但是俄罗斯是 不像很多西方国家那个样子 他们是 台湾是一部分中国 他直接说PRC 对 他原来的写是PRC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们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跟其他西方国家 完全完全不一样 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台湾外交部 要问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没有说服俄罗斯 就像其他的国家说 我们有自己的One China Policy 跟中国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俄罗斯不是 俄罗斯真的是站在中国 那郭老师 你怎么看美俄之间 现在的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很难 因为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 买长期的天然气合约 那最近飞弹驱逐舰还去演习 我觉得那个合作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跟美国了 对 中国最近在这个 这个彼得大帝那个海域 有进行一个联合军演 我觉得未来恐怕是更多了 更多 还有包括临下的陆地的演习 我觉得这些演习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Ross毕竟是比较年轻 而且他96年才来到台湾 他忘了我们之前有反共抗俄的时代